因为中共是个黑箱操作 我们现在都没有非常充足的证据 或者是说消息来源来说 完全确定性的判断 王岐山是去是留 不过从前一段流传出来的各种消息来看 而且是独立的版本的各种消息来源来看 起码来说王岐山留的版本是相当少的 而去的版本是相当多的 这包括前不久大家知道的日本的独卖新闻等等 他们的爆料他们的整个的报道 他们的报道和我在比他们早五天之前的报道 那个所谓的牛七人的名单是一模一样的 这都是从不同的独立的消息来源来的消息 这么巧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 恐怕在当时那个阶段起码是有这样一个案底 起码是有这样一个大家达成的某种妥协 但是很显然这个妥协的结果不一定 习先生是满意的 所以说后来也可能还会发生变化 但是即使是变化了后来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 王岐山先生在所谓常委里面的 那个牛任的这个版本也是相当少的 有时有相当少的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些 过去通过国内放出来的料 中共放出来的料来做一些判断 因为他可能牛任的机会不是太大 我看起码是什么 小岩 你们